我是蔡灿德 我是土豆子人 掌聲鼓勵一下 广播人需要鼓勵 听广播最美好的经验呢 就是当你在车上 听着听着 到了目的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办法下车的 因为你想要把节目听完 或者是当你在家里听着节目 你想睡觉了 可是你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你想要把节目听完 那我真的很开心 这些让我很着迷的 主持人也好 或是节目也好 都在接下来要颁发的 这两个奖项当中有入围 真的很期待你们上台领奖的那一刻 那我真的要很谢谢你们 让我在这个 比较不熟悉的艺术领域当中 可以得到这么多丰富的获得 而且我也知道 阿德是这些节目的听友 对不对 我来说 我土豆人 所以我用台译 其实公布就是一个 听阿咖的艺术 所以我们的在广播人 在没有画面 没有文字 没有卫兵 没有文字的帮助手 过得跟每一种的事情 说得有贏有贏 所以我们每一个广播人 真的都是艺术家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所有的广播人 好 我们要颁奖了 我们来先颁发的是 我们班的是艺术文化节目奖 我们来看看《入围的游》 《入围的游》 《入围的游》 当阳光从树梢上 阅读在午后 逐科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让我们静静读一本书 阅读在午后 《蓝色电影院》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已经在看电影 这家蓝色电影院 却邀请你来听电影 《入围的游》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入围的游》 《入围的游》 合理就丢 好 紧张 好 艺术文化节目奖 得奖的是 而且它黏得很紧 感觉像李明来得很多 还是谁呢 阅读在午后 逐科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恭喜 节目流畅 内容深入前出具亲和力 在议题资料搜集完整 访问作者编辑重点均能掌握 且漫谈文学作品 无教学之声音严肃 谢谢大家 竹科也开张了 谢谢 那 因为田姐在出国 那我之前有问她说 有没有什么话在想要跟她说 她说她一向都是走上楼梯的时候才讲 才开始想 那我在这边也是走上楼梯才开始 好 有点发抖 那我要谢谢文化部 赞助这个节目 补助我们 让我们在下午的时段可以在 每天下午做一个带状的阅读在午后 这样一个节目 那也谢谢很多的作家 很多的出版社的编辑老师 那她参加我们的节目 接受我们的访问 并且 对我们做出很多的指导 那也谢谢很多的同事 因为我们在做经典的这个部分 经典文学的这个部分 我的广播剧把她们通通拖下水 让她们演基督山伯爵 让她们演李尔王 让她们演柳梦梅跟杜丽娘 那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 一起来听我们这个节目 阅读在午后 谢谢 好的 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呢 是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我们来看看入围的友 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入围的友 小Q 罗邦翰 音乐地球村 复兴广播电台 音乐遨游世界 郭强生文学居酒屋 竹科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满身雪白走将来 善伟明 不单单是艺术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我在法国巴黎 梦想有了开始的地方 端端成端会 世界梦想表演厅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凭见美的影响力 刘萱 艺术好好玩 飞碟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要尽情地玩 痛快地玩 也要认真地玩 哈囉大家好 我是刘萱 好 马上开 里面有你的朋友 也有我的朋友 艺术文化节目 好 主持人奖 得奖的是 得奖的是 恭喜善伟明 不单单是艺术 恭喜 恭喜 教育广播电台 节目内容深入浅出 进入艺术家的生命有之 谈幕后的创作过程 如材料和机理有之 是大壮化的艺术赏锡 主持人将其余分享的题材 一层一层导引至艺术创作的核心 十分精彩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啊 我真的没有准备今天的 台词啊 这个节目大概在三年前 我的学校 林东科技大学 服务的学校 跟教育电台 开始有了联系 那么这两个单位 给我很多的鼓励 支持还有包容 不管是学校电台 还有教育电台彰化分台 那非常好的团队 给我非常多的支持 我现在非常紧张 需要一些掌声 Evan 我得奖了 还有我的家人 那他们一直以来 给我的鼓励 那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 给我的母亲 在我人生叙叙多多的 重要时刻 总是陪伴着我 不放弃我 谢谢他们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谢谢